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刺绣这样一副 正常情况下有三个月 那么长时间啊 要我的话我早不耐烦了 可不光是时间长啊 你看看这些师傅们在刺绣的时候多细心啊 精神要特别集中才行 看来要完成一副发秀 你一定得心细如发 心细如发呢 refers to doing things very carefully and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every detail 心细如发呢 就是指十分小心 谨慎 而且考虑周密 比如 他看起来很粗心 其实心细如发 he looks very careless but actually he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detail 他看起来很粗心 其实心细如发 he looks very careless but actually he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detail 那韩佳 你说为什么要用头发做刺绣的原料呢 是这样的 一方面啊 头发制成的绣品呢 它的质量非常好 既不会腐烂 也不会被重铸 而且啊 不会褪色 哎 韩佳 你说我要是要去学学这个发绣制作怎么样 啊 你啊 这可是个细致活啊 我看你啊 还是好好地欣赏欣赏他们的作品就算了 这些精心制作出来的工艺品 真是让人动心 虽然没有学成发绣 不过学学书法总还是没问题的吧 滨海县是江苏的书法县 去哪里肯定有收获 韩佳 你说来滨海可以学书法 这不是骗我的吧 这还能有假 江苏省唯一的书法县称号可不是白白得来的哦 那是说这里书法很盛行咯 嗯 这里啊 不管男女老少 书法爱好者和书法家呢都不在少数 哎呀 这可太好了 那我得找个老师好好学学 哎 这事啊 好办 包在我身上了 哎 月圆 我呀 把你的师傅带来了 哪呢 我怎么没看见 嘿 就是我呀 啊 韩佳 你开个玩笑吧 怎么找了一个小孩啊 哎呀 你可不要小瞧他哦 他的字在冰海可是小有名气啊 我才不信啊 哎呀 这年纪太小了点 小瞧 means to look down upon or underestimate 嗯 小瞧呢 就跟我们以前说过的小看是一个意思 就是指看不起轻视 比如说 你可不要小瞧他呀 Don't underestimate him 这个小朋友的字啊 在冰海可是小有名气 所以呢 你可不要小瞧他呀 Don't underestimate him 哎 看来啊 我们不写一幅字给他看看 他是不会服气的 这样吧 写给他看看怎么样 好吧 笔墨刺了 哇 写得真不赖 怎么样 我没骗你吧 瞧瞧人家这字 哎 真不错呀 嗯 您看看 小师傅 请受我一拜 学东西渊源可是很认真的 不过要是说起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渊源肯定是第一个坐不住的 话说这天下大事 合酒必分 分酒必合 列位看官 您听好了 今天我要在这里讲一回 哎 讲什么 你倒是快说呀 在这里当然要讲的是水浒传 哎 行了 水浒传这么有名 读过的人太多了 就不麻烦您讲了啊 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是在大丰的 施耐安纪念馆 施耐安就是在大丰这个地方 写下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这么好的一本书 他写的时候肯定是费了不少功夫 何止是费功夫啊 他的生活条件和创作条件都不好 所以这本书是他克服了 种种困难之后才完成的 何止呢 就是指用反问的语气来表示 超出某个数目或者是范围 真是让人佩服啊 那好吧 观众朋友们 现在呢 就请您来欣赏一下 严城的民间艺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